身为白莲花圣母的我,进入恐怖游戏 帮无头怪物,把头缝好 没有麻药有点痛,你忍着点 给从水井中爬出的女鬼,换上干净的衣裙 穿是衣服要生病的,女孩子千万不能着凉 将瞎眼婆婆嘴里的生肉做熟 年纪大吃生肉不容易消化,对牙齿也不好 后来鬼怪们争先恐后,待我过关 欺负团团的,都得死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欢迎来到副本,林家古宅 副本等级,S 当前副本人数,八人 副本任务,找到林夫人失踪的丈夫 机械的女生结束,一座寂静的古宅出现在眼前 烛火幽暗,在傍晚时分显出几分诡秘 我在院子里逛了大半天 愣是没找到路在哪,怎么都走不出去 这么大个院子,除了雾就是树 我还在想,这个宅子的设计师脑子绝对有问题 把路做得弯弯绕绕不说,连门都没有 突然身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转身就对上一张如同干尸般腐朽的脸 老人勾搂着身体,手中的烛火微摇 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我下意识后退两步 看清是个人后,拍了拍胸口 老人家,您也迷路了吗? 话音刚落 他的眼球直接从眼中炸开 喷了我一身的血 我看不见了,找不到家了 你可以把你的眼睛给我吗? 小姑娘,你可以把你的眼睛给我吗? 他凄惨的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不断回响 多了几分诡异的感觉 弹幕疯狂滚动 新人好可怜,这么快就要送一血了 也是够蠢的,遇见陌生人竟然不跑 我赌这次老人会先挖新人的左眼 我赌两块先挖右眼 他怎么还没死,对着满脸是血的老人 我心中泛起一阵同情 我只是受到了一点惊吓 他可是失去了眼睛啊 想到这我拿出身上的湿巾 温柔细心地帮他擦掉脸上的血水 别怕婆婆,我可以做您的眼睛 我爷爷和您差不多大 他有阿尔茨海默病,也经常找不到家 看到您我就想到他 也不知道有没有按时吃饭 您家在哪,我带您回去吧 家人找不到,您会担心的 说着,我的眼角掉下两颗金银滚烫的泪珠 我真是太容易共情了 善良就是我的命运 我有一个外号,圣母白莲花 我身边的朋友都亲切地称呼我莲花姐 老人麻木的脸上闪过一丝疑惑的表情 他抬起空荡荡的眼睛看着我 从里面流出两条血痕 你也很想念家人吗 他的声音如同一颗活了几百年的枯树 有种摇摇欲坠的苍老 是啊,我还答应了爷爷去拍全家福的 结果不小心出了车祸 一睁眼就到这个游戏里了 说起来也不知道爷爷怎么样了 肯定很担心我 婆婆用干枯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好孩子,你会没事的 跟我走,前面左拐,我带你出去 老人提着灯笼指引我朝前走 刚才还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在灯笼发出的幽暗光线下显现出一条小路 这么明显的门河路 我刚刚竟然没发现 错怪设计师了,我真该死啊 弹幕瞬间惊掉下巴 牛逼克拉斯,瞎眼婆婆 今天竟然不吃人了 这算什么 水盾 卡巴 竟然能够无伤通关 大姐你能不能转头看看她 谁家好人眼睛能够自动爆炸呀 你可怜她 她生母心泛滥 其他玩家可遭老罪了 婆婆,你一直都生活在宅子里吗 老婆婆沉默了片刻 声音缓缓说道 我是灵宅老太太的陪嫁丫鬟 从12岁就跟着她到这里了 在灵宅生活了大概60多年了 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是什么样子 城东的糕点铺还再不在了 听着婆婆的话 我心里一阵惆怅 这样一座四方宅院 竟然困住了婆婆的一生 目光所皆是砖码 这么想着 我伸手抱住了她 挽着她的手臂 将脸轻轻靠在婆婆的肩上 婆婆 外面的生活可热闹了 有电视 有飞机 还有肯德基 我靠 她在干嘛 她怎么敢的 非我五十 听我圣母用爱感化鬼怪的故事 飞机 是什么 是鸟吗 婆婆小心翼翼地问着 努力思考着这些远远超出 她想象力的东西 我耐心地说道 就是可以把人带上天的工具 有了飞机 人就能到达高空 去往很远很远的地方 上天 要是上天不知道 能不能看见我的孩子 婆婆用空洞的双眼 抬头望向天空 脸上浮现出一丝痛苦 又茫然的表情 你那孩子去哪了 我问 她和她爸一样 都在三十岁的时候消失了 望着婆婆 有些悲弃的面容 我心下十分愧疚 对不起 我 没事 孩子 你能陪我说说话 我已经很开心了 婆婆提着她灯笼 继续朝前走 谢谢你和我说这些 她瘦小的身形 隐溢在烛光下 看起来很是落寞 我到家了 婆婆在一扇红路门前屏下 将她手中的灯笼递给我 天要黑了 带着灯笼好认人 婆婆好可怜 呜呜呜 我现在看她一点都不可怕了 她吃人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重要道具 就这么随随便便给了 他人还怪好嘞 这也太犯规了吧 我接过灯笼 对着婆婆的背影说 婆婆 我叫团团 以后你想聊天可以找我 我就是您的眼睛 如果我能出去 一定给您带城东的糕点 婆婆开门的手一顿 缓缓点了点头 孩子 晚上风大 听到敲门声 不要开门 等老婆婆的身影 消失在门里 我才提着灯笼 朝不远处的大堂走去 来时的八个玩家 现在只剩下六个人了 他们看到我手中的灯笼时 皆是面露惊恶 你怎么拿到灯笼的 这可是重要道具 关键时刻能保命的 这个吗 我看了看手中平平无奇 甚至有些破烂的纸灯 没觉得有什么特别 一个瞎眼婆婆送给我的 你把她杀了 我连连摇头 她一个孤寡老人很可怜的 我就陪她说了婚话 我和婆婆都是很善良的人 怎么会杀人呢 众玩家 看他们满脸不信任的模样 我继续说道 真的 婆婆人很好的 我困在院子里出不去 还是她给我指的路 众玩家 纳尼 弹幕 她在凡尔赛吗 玩家中长相英气的高马尾女孩 走到我身边 围着我左右走了几圈 随后冲旁边书生气的男生耸了耸肩 她没什么问题 大概是新人buff加成 运气比较好 说着 她冲我伸出手 你好 我叫石月 通关过三的S级副本的老玩家 她是陆离 和我一样 我叫团团 第一次进游戏 第一次 那你运气也太好了 遇到瞎眼婆婆 你是第一个完好无损回来的人 石月对我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恐怖游戏里 运气就是最大的实力 看他们好像都很怕婆婆的样子 我觉得 他们对婆婆的误解很深 她只是一个丧父丧子的可怜人 她能有什么错 这时候 我的眼前落下一片阴影 房间中央浑身肌肉的男人拦住我 目光落在我手中的灯笼上 十分贪婪 把这个灯笼给我 啊 我有些为难 可这是婆婆送我的 我给别人 她会伤心的 你太马的 她刚要直接动手抢 石月挡在了我的面前 小手一把 就控制了男人的拳头 规则规定 谁找到的道具 谁手 你就算抢走也用不了 肌肉男表情痛苦 骂了句脏话 就退到了在椅子上 坐着的可爱女生身边 不知道她说了什么 女生抬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石月拍拍我的肩 示意我不用怕 那个肌肉男叫赵明 那个小女生 是她进游戏刚聊的女朋友笑笑 至于那边那个一言不发 装酷的大哥 叫萧辰 也是老玩家 萧辰 冲我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 我们和其他几名玩家 纷纷做了介绍后 林夫人派人来传话了 小四说 天色已晚 林夫人身体不好 早早歇息了 明天才能见我们 我们剩下的六名玩家 被安排在西边的几间厢房里休息 我左右打量了一圈 选择了一个相对顺眼的房间 刚要推开房门 就被人提着衣领一把拉走 赵明拉着笑笑站在我面前 语气不善道 我们要住这间 你换一个 哦 一个房间而已 他喜欢我换一个就好了 大家没想到 我会答应得这么痛快 赵明准备好的话 全都掖在了嘴里 不悦地冲我白白手 赶紧走 走了两步 我还是没忍住回头说 赵明哥 我看你舌苔发青 有心力衰竭之兆 平时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咒老子 妈的 赶紧滚 真的 我妈妈是中医 我跟她也略习了一点医术 滚 要不然老子打死你 我被她猴腿灰溜溜逃走 妈妈 好可怕 半夜 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 传到我的耳朵里 将睡梦中的我吵醒 谁啊 团团 是我十月 我有事找你 听着确实是十月的声音 我便提着灯笼去开门 是无头怪 她最喜欢模拟各种声音骗人了 瞎眼婆婆不是提醒过 她大半夜不要给人开门吗 我验蠢正犯了 三秒后 我们就可以吃她的席了 门刚被打开一条缝隙 就有布满年夜的手 从门缝中伸了进来 扑面而来的腐臭味道 让我忍不住捂住口鼻 滚落在地上的脑袋 正在啃食门框 发出咔咔声 嘴里还不停喊着 开门啊 开门啊 我好饿要吃东西 我好饿啊 我好饿啊 她的头兴奋地朝我飞过来 在靠近灯笼的瞬间 喷一声落在地上 巨大的声响 将地板都砸出一个深坑 脑袋灰溜溜地滚回身子下面 又搅一个飞踢又朝我袭来 我好饿 咦 再次将地板砸出一个深坑后 她一双大眼睛萌萌地看着我 好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看着眼前的场景 我长出一口气 原来只是饿了 我弯下身子 捧起她的头 扒拉开乱糟糟的头发 露出一张勉强稚嫩的小脸 你这孩子 饿了吃饭啊 怎么能把脑袋当球踢呢 我一手夹着她的头 一手拎着她的腿 把她整个人都拖进房间里 将身子安放在椅子上 又拿起她的头 给她安上 好可怜的孩子 难怪这么饿 没有头怎么吃饭 刚刚嘴里嚼的那点门框 都从脖子漏下去 边吃边漏 能不饿吗 也不知道谁这么缺德 把这么小的孩子头给砍了 爸爸妈妈得多心疼啊 吃 吃 吃 她的脑袋咿呀呀叫着 等姐姐把头给你安好 就能吃饭了 乖 我尝试了好几次 她的头 安上 动一下 掉下来 安上 碰一下 掉下来 安上 掉下来 头晕了 我累了 无头怪 我看见星星了 完了 孩子饿得眼冒星星了 都是我的错 这么久都还没让她吃上饭 看见床头放着的针线包 我嘴角微扬 想到一个好办法 拿起针线 凭借自己做三娘多年的专业手法 大展拳脚 将她的脑袋和身子缝起来 你干嘛 她的脑袋 在看到我发光的银针时 瑟瑟发抖 在桌子不停地旋转跳跃 以示抗议 我看准时机 捏着她的耳朵 将她控住 不要 不要 乖 一会儿你就有头了 没有麻药有点痛 你忍着点 她的头趴在我怀里 呜呜痛哭 乖乖 不哭不哭 一会儿就好了 等把头彻底缝合好 我才发现 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才变成这个样子 真是太可怜了 从疼痛中缓过神来的她 伸手摸了摸自己脖子上 蝴蝶状的缝合处 又用双手晃晃头 满脸的不可置信 头头 还在 没掉 小孩哥 我的手艺不错吧 我伸手捏了捏她的小脸 有头之后 果然可爱多了 断头饭 没吃到 好饿 小男孩眨着单纯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我 姐姐 呃 好 我们去吃饭 看着她手上那些奇怪的红色粘液 随便找了块布 帮她擦干净 以后吃饭前都要先洗手 不然会生病的 小男孩懵懂地点了点头 冲我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无头怪有脑袋之后感觉智商也变低了 说实话 我一直坚持看到现在 就是为了看她怎么死的 大姐 那是她撕碎人留下的脑浆啊 别人都在关心无头怪吃了多少人 只有这位新玩家 关心无头怪有没有吃饱 她真的我哭死 去厨房的路上 我问小小 宝贝 你的头是怎么掉的呀 爸爸用刀砍的 我心下一惊 牵着她的手不自觉用力了几分 那你一定很害怕吧 爸爸说小小是野种 不给小小饭吃 还砍头 小男孩说着说着 眼泪哗啦啦的流 小小是没人爱的野孩子 哇哇哇 我蹲下身子 将人抱在自己怀里 语气温柔地哄了他半天 小小 你要相信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爱你的 比如妈妈 比如姐姐 我们都很爱你 小小不是杂种 是姐姐的小宝贝 真的吗 真的呀 姐姐从来不骗人的 这时候 厢房的门打开了 赵明听见小小的哭声 烦躁得不行 妈的 哭哭哭 给老子都哭软了 坏老子好事 我他妈弄死你 他一边提裤子 一边骂骂咧咧 上来就要打小小 别 我拦在小小面前 被赵明一把推出去好远 浑身的骨头都疼 姐姐 小小冲着就跑过来 被赵明一把揪住头发 你个小杂种 老子打不死你 谁知道下一秒 赵明就僵在了原地 一只小手贯穿了赵明的身体 手里还握着一颗跳动的心脏 姐姐说了 我不是杂种 欺负姐姐 你是坏人 看到这一幕的笑笑 直接吓得晕倒在地 小小捧着赵明的心脏 美滋滋地朝我跑过来 递到我面前 姐姐 范范 看着那个还流有余温的心脏 我为了一阵翻江倒海 示意小小拿走 等我大土特土回过头 小小正张着嘴巴 对着血淋淋的心脏 思索着从何下口 不能吃 我一把将它拉过来 小小以为我饿了 把东西再次往我眼前地 一拳杀死一个猛男 这就是小男孩真正的实力 我误了 原来不是不知道怎么下口 而是留着给团团吃 他真的我哭死 退一万不讲 赵明知道小男孩饿了 特意来把自己送给他吃 他才是真圣母 我忍着恶心 直接将心脏 直接扔回赵明身上 帮小小把湿漉漉的手擦干 宝贝 好孩子是不能吃人的 不卫生 会生病 所以我们去厨房好不好 小小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 冲我露出一个笑容 两颗虎牙趁得他可爱至极 一路上我就在想 这么乖巧的孩子 怎么会杀人呢 方才肯定是幻觉 就算不是幻觉 也肯定是赵明的错 他还这么小 什么都不懂 小小只是饿了 有什么错 好不容易到了厨房 隐隐能听到 里面有类似野兽撕咬的声音 我有些胆怯 身体正在门口没动 小小拉着我的手轻轻摇晃 姐姐 小小想吃饭饭 她的声音软软的 还带着些撒娇的意味 让我这颗本就泛滥的圣母心更加柔软 我深吸一口气 伸手推开了厨房的门 在灶台的角落里 隐隐有个人影 在听到开门身后 动作明显顿了顿 你好 请问你也是玩家吗 一阵风闪过 熟悉的苍老面容在眼前放大 那双原本瞎了的双眼清晰起来 嘴角还挂着不满血水的生肉丝 你怎么来了 不许你欺负她 小小冲到我面前 一把将婆婆砸到墙里 小崽子 找死 婆婆从墙里弹出 掐着小小的脖子 抛向窗户 看起来吹吹老矣的婆婆 此时动作格外利落 二人从门口一直打到房梁 眼看厨房岌岌可危 马上就要成为废墟 我紧急叫停了他们二人 婆婆 小小 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不要再打了 不多会儿 婆婆拽着小小的腿 拉着人走到我面前 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孩子 他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有 婆婆 小小很乖的 见我没事 他才放开小小 小小立刻跑到我身后哭诉 姐姐 老太婆打小孩 嗚嗚 打小孩了 嗚嗚咕小小的哭声 伴随着肚子叫的声音一块传来 让婆婆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伸手帮她把眼泪擦干 温柔道 小小不哭 姐姐去给你做饭好不好 好 小小收了泪水 表情还是委屈巴巴的 看向婆婆的眼神充满哀怨 我有头了 就快长大了 下次肯定能打过你 哦 婆婆说着 还咬了口手里的生肉 你离长大还远得很 小鬼 刚刚齐火打算做饭的我抬头 看见这一幕 立刻冲上去将肉抢下来 关切道 婆婆 吃生肉会生病的 而且你年纪大了 吃生肉不容易消化 对牙齿也不好 以后不许吃了 饿了你就来叫我吗 我给你做 婆婆被抢走了食物 本来不太开心 听到我的话 树皮般紧皱的皮肤 也随之松弛下来 方才身上那股 令人恐惧的气息 也随之消散 渐渐恢复成 白日十分慈祥和爱的婆婆 好孩子 辛苦你了 不辛苦的 我在这边做饭 婆婆和小小在旁边 嗷嗷待哺 偶尔拌两句嘴 做好最后一道菜 我招呼两人过来 三个人围在灶台上吃饭 小小尝了一口 眼球来回转了三圈 姐姐 好好吃 我将剔好鱼刺的肉 放进婆婆碗里 你也尝尝 小小 婆婆 姐姐做饭好好吃 我们把它留下 婆婆眯了眯眼睛 夹起一大片肥肉 直接塞进她嘴里 不可以 外面还有人在等她 呸 小小不吃肥肉 婆婆坏 看了一眼 这是恐怖游戏直播间 我没走错吧 所以有人来解释一下 这齐了融融的祖孙三代 是什么情况 何家欢副本 现在我也看不懂了 可能需要本科生来解释一下 吃饱喝足 伴随着一声计较 小小和婆婆的脸色巨变 二人拉着我一个闪身间 我就出现了房间里 小小朝门外探出头 神色紧张道 姐姐 她来了 记住千万别出声 婆婆将灯笼固定在房门口 但愿能阻挡一二 婆婆 是谁啊 轻衣流迭 姐姐 她很恐怖的 遇上了我和婆婆 也保不住你 说吧 门外响起了精气唱腔 嗓音细腻流转 十分好听 但在黑漆漆的夜里 就显得十分诡异了 来了来了 大boss出没 通通杀光 第一晚就刷出了大boss 这几个人也太倒霉了 我要看大boss生吞圣母 这次他死定了 戏枪已开 八方来天 你不听 自有鬼神在听 我将瑟瑟发抖的小小 抱在怀里安慰 那道声音越来越清晰 最后在我左边的房间停下 人生在世如春梦 且自开怀隐挤中 隔壁房间 瞬间传来 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我记得 隔壁房间 应该没有人才对啊 还不等想清楚 那道身影 便出现了在我的门口 水袖轻浮 灯笼变灭了 人去难逢 须不是神鬼挑弄 紧闭的房门 伴随着 咿咿呀呀的唱腔大开 红妆裹身 流苏相绕 水袖蝶蜜 魅气自生 雌雄难辨 我睁愣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怀中的小小 却已经静止冲了出去 不许欺负姐姐 丫头 快跑 婆婆和小小刚 有所动作 就被水袖缠住 动弹不得 门口轻衣扮向的人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嘴唇如同银血般鲜红 竟然能让他们两个 主动保护你 有意思 她一步步朝我走过来 每一步都在地板上 留下一个血脚印 她掐着我的脖子 将我腾空提起 嘴里唱着 小娘子 你想怎么死 我的目光始终落在 那一排血脚印上 心疼到 你是不是很痛苦啊 她顺着我的目光 回头看了一眼 随即吃笑一声 这叫步步生连 你懂什么 我是不懂 可我知道 留这么多血 会疼 想必你也是不愿意的 刘蝶眉头紧簇 掉起了眉眼 让她眼神流转间 近视风情 忽然她张开 血盆大口狂笑 哈哈 若者是没有资格说不愿意的 就像现在的你一样 我微微一笑 你现在这么厉害 以后肯定不会再受伤了 真好 都生死关头了 还管人家疼不疼 我都要被自己感动哭了 她掐着我脖子的手一松 我整个人跌落在地 这才看清她没有穿鞋子 宽大的戏服下 十个指甲进尸 双脚心伤疊就伤 血流不止 她歪着头看我 眼里若有所思 今天我不杀你 滚吧 别再让我遇见 我看着她出去了一趟 一会又折了回来 手里多了盆干净的热水 在刘蝶震惊的目光下 我将她摁到床上做好 小心翼翼地 帮她擦拭脚上的伤口 伤口沾泥会感染的 就更不容易好了 我知道你很厉害 可是也要照顾好自己 隔着厚重的油彩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是戏服下露出的皮肤 飞红一片 她磕磕巴巴地问 你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不怕我杀了你吗 我抬头弯下眼睛 冲她微微一笑 你刚刚不是没有杀我吗 你是个好人 就算曾经做过什么错事 也一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我这种圣母属性 拉满的人眼中 没什么是不能原谅的 擦去黏黏的血迹 又为她将伤口包扎好 天已经亮了 婆婆和小小 跟她一起离开 小四来敲门 找我们去前厅议事的时候 才发现 昨晚死了两个人 赵明和她的女朋友笑笑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笑笑明明和赵明住的一间房 却死在了我隔壁 一路上 大家都沉默不语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夫人 他们到了 林夫人穿着一身墨绿色旗袍 面色苍白如纸 朝我们看过来的时候 空气都似乎带了些凉意 她说 我的丈夫失踪久了 想请各位帮我找到她 陆黎问 您的丈夫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林夫人 半月前 她喜欢上戏楼里的一个亲衣 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我莫名想起 昨晚的那名亲衣 可是她是个男的呀 而且很帅 石月试探着问 有没有可能 她和那名戏子私奔了 林夫人笑容 突然变得诡异起来 不会的 她走不出林宅 她就藏在这里 帮我找到她 我该吃药了 已经命人为各位准备了餐食 请各位享用 林夫人走后 我们四个面面相去 陆黎最先开口 如果如林夫人所说 林老爷还在林宅 那她会藏在哪呢 石月 总不可能一直躲在房间里 除非她不需要吃饭喝水 萧辰猜测 她会不会是半夜去厨房找吃的 不会的 我默默开口 他们的视线立刻聚集在我身上 盯得我浑身一颤 你怎么知道 昨天我带小小去厨房吃饭的时候 没看到别人 石月瞪大了眼睛 问我 小小是谁 一个很可怜的小孩子 才十一就被亲爹砍了头 陆黎有些不可置信 你是说 你昨天带着一个无头的小孩去吃饭 怎么了 小小可乖了 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 而且他现在有头了 我昨天给他缝上了 萧辰则是想起了什么 他问 赵明和笑笑 不会是他杀的吧 赵明是小小杀的 但他不是故意的 笑笑是一个亲一大哥杀的 长得可好看了 石月咽了下口水 两眼一黑 遇到大boss都没事 你这新人运气绝了 为了尽快找到林老爷 我们分成两组开始行动 石月和我一组 萧辰和陆黎一组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陆黎对这个分组 好像不是特别满意 倒是石月拉着我的手走得飞快 我一开始就看好你 我有预感 通关还得靠你 我们两个把整个西边都找过了 就差挖洞穿墙 也没见过 有什么人见过林老爷 最西边的院落 看起来很少有人居住的 有些荒芜 院中央有一口大井 隐隐有水声传来 看起来十分甚人 我们两个刚走进去 就有一大片头发从井中一出 紧接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 从水井中爬了出来 林家的人来为我陪葬吧 石月把腿就跑 我则是直接将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她身上 寒冬腊月的怎么穿这么少 她扭曲的表情将在脸上 嘴角不受控制地抽出了两下 你这衣服也太湿了 穿久了要生病的 女孩子千万不能着凉 身体会受不了 到时候你来一妈就会疼 跟我走 我带你去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缠在我手上腰上的头发 渐渐收回 我喜欢裙子 姐姐有可多漂亮的裙子了 石月直接愣在原地 这也行 等我帮女鬼修剪好杂乱的头发 又换上干爽的裙子 女鬼已经开始抱着我的手臂撒娇了 一直跟在我身后的石月 CPU早就烧坏了 怎么回事 我好像看到石月的头顶冒烟了 石月的表情就代表了我 还好我一早就见识过这种场面了 现在已经学会了宠辱不惊 是我疯了 还是Boss疯了 她刚刚不是还要吃我吗 我帮女鬼画上口红 满意地点点头 女孩子都是爱美的 怎么会吃人呢 你就是偏见太深 女鬼附和地点头 就是就是 我们美女都不吃人的 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了几声清脆的 姐姐 小小扶着婆婆一快过来 一进门就扑进我怀里 姐姐 小小饿了 好 乖一会儿就给你做饭吃哈 石月咽了下口水 面对让人闻风丧胆的无头怪 和瞎眼婆婆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这时候 小小才看到一旁的石月 对着她呲了呲牙 再看吃了你 小小 礼貌一点 石月姐姐是我的朋友 哦 小小瞬间收回凶狠的表情 将头在我怀里埋了埋 一副软糯 可爱的样子 我冲着石月道 你看 我说她很乖的 石月 你开心就好 吃饭的时候 石月整个人还像在梦中 拿筷子的手都颤巍巍的 我这辈子都想不到 还有和鬼怪一起吃饭的时候 别说你了 我也没想到 加一 吃饭的时候 我也没忘记自己的任务 一边给小小的碗礼 天菜一边问 小小 你知道林夫人的丈夫去哪了吗 听说她喜欢上来的戏子 你们认识吗 我话音刚落 女鬼和小小二人的面色 皆是一变 疯狂往碗里扒饭 看起来很是害怕的样子 只有婆婆默默放下碗筷 慢悠悠道 这件事他们两个不敢说 丫头别为难他俩了 那个林老爷呀 是个怪人 他不喜女色 偏爱男人 娶林夫人回来 也只是为了应付组里的催婚 自然也就对林夫人十分不好 林夫人年纪轻轻 便日日守着火寡 前些日子 林夫人生辰 请了戏班来唱戏 谁承想林老爷一眼 就看上了唱戏的轻衣 将人扣在府中 那人不肯就范 当场自尽 也是从那天起 林老爷便失踪了 我内心一阵唏嘘 这林老爷真不是个东西 害了林夫人一声不说 还平白搭上了戏子的一条命 我凑在婆婆耳边小声问 那个轻衣 是不是就是昨晚的 婆婆点点头 步步生怜 也是林老爷折磨人的手段 那你们知道林老爷在哪吗 并不知晓 不止林夫人 那位也一直在找 始终没有踪迹 我和十月相互对视一眼 发现事情变得更困难了 连大boss都找不到的人 我们又怎么可能找得到 女鬼突然开口 其实我昨天好像见到林老爷了 在哪 西院啊 但是就是闻到了她的味道 没见到人 因为我听到取声没赶出去 小小吸了吸鼻子 难怪昨天她突然出现了 肯定也是发现了林老爷的踪迹 我们正讨论之际 系统的声音响起 请各位玩家十分钟之内 去往戏台观看表演 落寞的戏子正在找人 请配合她 见到我表情凝重 小小轻轻拉下我的衣袖 姐姐 怎么了 你们看不见系统的内容提示吗 他们三人摇摇头 我心下了然 要我们去戏台看戏 你们知道戏台在哪吗 知道 当我们二人三鬼 出现在戏台的时候 陆离和肖辰才姗姗来迟 陆离见到我们的队伍有些惊讶 倒也没做过多的表情 只说 还好时间来得及 十月问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陆离怂怂间 没什么 就是肖辰老哥 系统提示想好一会儿了 他才从房间出来 等他浪费了一些时间 好在戏台离我们不是特别远 肖辰又熟悉地方 不好意思哈 找线索有点入迷 肖辰抱歉道 随着戏腔响起 一身精具轻衣扮相的流迭 缓缓而至 他的视线在众人身边流转 随着翩然的舞步 脚上又流出鼓鼓鲜血 我有些心疼 便在他唱完后 将身上一早便准备好的鞋子递给他 穿上吧 至少能少添心伤 他盯着鞋子半上才接了过去 用嘴形无声说了句谢谢 转身换好后 傅又面对众人 说道 我只给各位一日时间 找到林老爷交给我 一日过后 林家上下 鸡犬不留 临走时他看了我一眼 将怀中的笛子送给我 有些扭捏地说 礼尚往来 吃完晚饭 十月撑着下巴爱生怨气 一天时间去拿找那什么林老爷吗 他自己不是也找不到吗 女鬼刚从井里爬出来 空了空脑袋里的水 趴在我腿上 让我给他扎头发 可是姐姐 我今天一直都有闻到 林老爷的味道 在哪 就是这里到处都是啊 十月 他难道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我和十月想到了一种可能 立刻叫上陆离和萧尘一起来 我 刚刚系统让我们去找林夫人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萧尘点点头 跟我走 我知道哪条路进 萧尘刚刚走出几步 发现我们几个全都站在原地没动 他一脸疑惑地问 怎么了 十月冷哼一声 别装了林老爷 啊 你们在说什么 找到林老爷了 陆离耸耸肩 挑了下眉毛 你不就是吗 我牵着小小的手 走上前 之前我还在疑惑 别说是我们几个 就连大boss 几乎把林宅各个角落都翻遍了 也没发现林老爷 难道他这么大个活人 会凭空消失 除非他换了个身份 让所有人都认不出来 最开始 我也没怀疑你 以为他是变成了家里的某个下人 直到今天下午 陆离的话提醒了我 刚刚试探了一下 你果然上当了 游戏里的NPC是 看不到系统提示的 根本就没有去找林夫人的任务 没想到你真的上当了 我去 玩家也有假的 新玩家好聪明啊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真是绝了 终极大boss 竟是玩家本人 萧陈大笑一声 索性也不装了 你们把我交出去 不是一样要死 刘蝶会把你们杀得扎都不剩 不如你们当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一起找离开的办法 我摇了摇头 刘蝶不会的 况且 林夫人很想你 你该回去见见他 那就是没得谈了 说吧他直接对着我们 几个大打出手 老子死了 也要拉上你们垫背 小小 婆婆和女鬼 护在我身前 不许搭姐姐 欺负团团 都得死 几个回合下来 小小哭唧唧地 缩在我怀里 呜呜呜 我打不过他 一旁的婆婆和女鬼 相继败下阵来 丫头 快跑 十月冲我喊 笛子 大boss 给你的笛子 我这才想起来 今天轻衣扮相的 男人送我的东西 连忙拿出来 凑在嘴边 吹出了几个难听的音符 不过片刻 男人伴随着 咿咿呀呀的戏枪 偏然而至 终于找到你了 没想到你这么能藏 而林老爷 完全不似方才很辣的模样 吓得魂都不知道 飞到哪里去了 水秀将林老爷 狠狠缠住 就在对方冰死之际 我上前握住男人的手 别杀他 林夫人想见他 他吊起的丹凤眼 深深看了我一眼 颤抖着手 强忍着心中的愤怒 水秀一扬 将人送到了林夫人面前 林夫人换了一身素白旗袍 连气色都好了不少 他温柔地浮起地上的男人 当年薔薇花下初见 你说你爱我 所以我从北到南 跨越万里来嫁你 可是你骗我 你为了掩盖 自己喜欢男人的事实 将我永永远远困在院子里 像假人一样活着 生不能 死不得 淹死我的贴身丫鬟 杀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孩子 说着一把匕首 直直地插进林老爷的心脏 今日我顾四娘 丧夫 随着他手起刀落 他的大门开了 恭喜玩家通关 完成副本林家古宅 刘迪不知什么时候卸下了妆容 露出原本清秀金贵的面容 他从头面上摘下一颗宝珠 放到我手心 谢谢你 如果有缘 他会让我们再见 全文完